据解放日报商官新闻报道,日前,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,已经向外界表明,乌克兰将终止自苏联解体后,和俄罗斯签署的和平条约,同时,还命令乌克兰军队,随时做好战斗的准备,坚决的将一切敌人消灭,此发表态,外界目前已经可以得到两个非常明显的讯息。 第一个讯息,乌克兰将会终止自苏联解体后和俄罗斯地道的合约,合约内的一项条款,俄罗斯尊重苏联解体和俄乌之间的领土线,但是,现在开始,双方的领土线,已经没有了明确的概念。 换言之,谁的拳头大,谁就能扩充实际控制领土。 第二个讯息,乌克兰不排除武力选项,俄乌之间的战争,将会随即爆发。 自波罗申克上任以来,乌克兰积极和西方国家打好关系。 其中,最为明显的举动,就是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初,乌克兰便宣布要加入了到北约航列州,只是后来的战士演变队伍不利。 所以就此作废,而近日,乌克兰再次提出将加入北约的,并且还会积极配合北约方面的军事调动,很显然是有意为之的。 对于乌克兰连日来的国际举动,俄罗斯媒体则表示,乌克兰这些举动,显然是深受西方挑唆。 此前,西方国家就已经沉落。 若俄乌战争爆发,西方将义无反骨地支持乌克兰。 在战争爆发后,西方大力培训乌克兰政府军,同时还提供了诸多先进武器,也因为西方的这些挑唆,使得乌克兰在迷之不敌俄罗斯的情况下,仍执意地发动进攻。 此前,1.2万人的乌克兰政府军开往东线与俄军对峙,就是西方国家叫所所为。 现在,俄乌条约终止,俄罗斯也极有可能会直接吞并乌克兰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